南沙大桥虎门二桥项目于4月2日12时正式通车,通车后,从广州南部到东莞的路程可缩短10公里,比现在缩短约半小时车程,将缓解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繁忙交通,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通新动脉。 过去20年,虎门大桥是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唯一的一条高速公路通道,随着珠三角经济的飞速发展,曾经的大通道已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,因过江通道严重不足,水路交通严重超负荷,成为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。 为缓解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繁忙交通,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投资建设的南沙大桥,全长12.89公里,双向8车道,设计行车速度为100公里每小时,设计使用寿命100年。 路线起于广州市南沙区东冲镇,穿越虎门港,进入东莞石沙田镇。 据介绍,虎门二桥项目横跨珠江泥州水道和大沙水道,又有两座超千米的特大桥, 全部为双塔选索桥,八车道,全宽49.7米,宽度为世界整体是钢香梁第一,可谓超级双子桥。 其中,泥州水道桥为双塔双跨,主跨1688米,钢香梁选索桥世界第一,90米锚定地下连续墙基础直径为世界第一。 一个是这个桥塔的高,是目前国内选索桥最高的桥塔, 第二个是这个锚定直径达到了90米,是我们这个国内最大的桥梁基础。 第三个就是,我们整个这个主桥的主览,这个所有的这个钢丝,加起来的长度达到了20万公里, 这个长度也是创造了国内选索桥的一个这么样一个记录。 那我们在施工过程中,我们也创造了国内施工的一个记录,就是这个连续交住18000方这个这个混击土的这么样一个施工的一个记录。 我们的主览在这个54天就完成了全部主览的牵引工作,非常非常这个宏大的。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,南沙大桥开通后,预计将分流古门大桥30%的车流,分流黄浦大桥17%的车流。 开通前期,预计平日车流约在5万车次,车辆行驶畅通度较高。 目前,越港跨境八市已经根据南沙大桥开通情况,调整珠三角及越西地区多条线路及班次。 其中开平、恩平、赵庆等涉及34个班次,行经南沙大桥快速往返香港市区。